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3月9日 广东省东莞市唐夏镇的一个小区里 董女士带着外孙女樊樊樊到楼下散步 阳光暖暖地照着 春风拂着面 大人孩子都十分惬意 一会儿我们下去啊 下去玩啊 聊聊晒晒天晒太阳啊 我把手机给她带上 她爱情歌爱看电视 那个小家伙 很聪明 很可爱 很活泼的小女孩 不一会儿 三个月大的樊樊樊在暖日的照耀下似乎睡着了 董女士抱着小樊樊樊准备回家时 迈进楼门的一瞬间 大祸临头了 董女士急忙看凡凡 发现凡凡已经不省人事 头上有一个隆起的大包 董女士吓坏 她一边按凡凡的人钟 一边给楼上的孩子妈妈龙女士打电话 我当时心里跳得很快 我说为什么砸到了 她也没跟我说 她说你赶快下来吧 凡凡的妈妈龙女士冲下楼 看到女儿的样子也吓得魂飞魄散 旁边的好心邻居帮忙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 赶来的救护车把他们送到了当地医院 因为凡凡伤势十分严重 立刻又被转往深圳市儿童医院 然后医生说叫小孩的头扶住 扶住就是不让他动嘛 怕他动的话就那个嘛 你扶着他 我妈妈扶着 我当时我不敢动我小孩 我一直不敢碰他 我不敢碰他 救护车到达深圳市儿童医院时 院方已经事先得知了孩子的情况 迅速开放了绿色通道 凡凡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检查 被送进了手术室 CT就显示一个颅骨骨折 然后一抹下出血 然后脑四肢身上 然后也有出血 那么整个从临床来说 就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脑散 所谓脑散就是说 那么这个结构发生疑味 那么血肿 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就是 血肿就挤压了什么脑干 我们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维持生命的那些结构发生了疑味 那么它的功能失调 那么刚才已经讲过嘛 呼吸心跳受影响了 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医生诊断 凡凡颅骨骨折 内出血 生命危急 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 刻不容缓 因为这个脑肚子里面很脆 里面有很多血管 这样打下去之后 很多这个动脉筋脉都破裂 整个手术期间 凡凡的父母 外公外婆 一直在手术室外交集守候 他们都不敢想 三个月大的凡凡 还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我守在门口 我就坐在那个地上 晚上就守在那个 手术门口的地上 他们就 他们说地上很凉 家里面的姐姐 他们都说很凉 那我去那边去坐 有凳子 我说不坐 我说我要近一点 对着他 我说我要在这里守着 我说离他近一点 我心里比较安心 他知道妈妈在这里陪着他 他不会怕的 漫长的五个小时后 手术终于完成 凡凡的生命保住了 但是术后情况不容乐观 第二天 还没等凡凡的家人松一口气 医院又给凡凡做了第二次手术 那血管受那个打击之后 很多血管都爆裂了 然后没办法把那个 完全的血管清除 这一次 三个月大的凡凡 又坚强挺了过来 手术后 凡凡住进了儿童重症监护室 小小的身上插满了各种 维持生命的管子 他的家人都在祈祷 反反能够睁开眼睛 他才三个月 就是说他可能有机会 就是说 有一定的再生功能 虽然 有一定的 但是不好说 这个 就是越大可能就是越差 我们只能说 他现在状况是很不得观的 可能我孩子心里好过一点点 但是 还有一个右眼 还不真 都是左眼 那个左眼睁了一下 咋都是咋的右眼 咋的又老嘛 但是那个右眼还是没真 我摸摸他的右手 右手 也没什么感觉 目前凡凡的伤情 仍然很不稳定 他的家人在煎熬中 忍受着每一天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放进去 如果我们暂时是 老生在那个 零下八十楼冰箱里面 要等他一般 恢复个一到三个月 这个脑肿子消肿了 然后身体调整 也还可以的时候 再把骨头 重新装回去 我好痛啊 那么小的爸爸 头部都拿出来 放到冰箱里 开路手术 住院12天 凡凡的医药费 已经耗去了十几万 于先生一家 只是普通的打工者 这样的费用 他们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竭尽全力地 想保住凡凡的生命 现在他们都没有上班 然后就我自己上班的 现在全部的精力 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我那个时候就想 如果我这个小的 没有的话 我说我也活不下去 我当时就那样想到 凡凡的生命 还在经受考验 大人们开始了现场复原 砸中孩子的异物 是一只小小的苹果 它改变了孩子的生命轨迹 也彻底搅乱了 一家人平静的生活 这个苹果是从何而来的 又是谁抛下了它呢 小婴儿性命攸关 很可爱 很乖的 每天挺喜欢笑的 喜欢洗澡 谁是幕后黑手 下的不得了 下的 我看不得哭 下的 人苹果里人应该负责 掉落的苹果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凡凡的家在这栋楼的十七层 凡凡的父母是从河南 来深圳的打工者 他们租住在这个房子里 原本过得幸福宁静 凡凡是第二个孩子 她的父母家人 正在准备给他庆祝 出生百天 是很可爱 很乖的 每天挺喜欢笑的 喜欢洗澡 一个苹果 为什么会对樊樊的头部 造成那么严重的创伤呢 为了实地了解情况 我们在小区物业的配合下 准备做一个高空抛物实验 看看苹果从高空坠落 会有什么样的威力 这栋楼房一共有28层 我们选择了17层的阳台 在事发时的位置 布置了三个检测道具 小区的物业出动工作人员 确保周围的安全 实验开始了 苹果掉下来的速度和力量 都很惊人 塑料盆被砸得裂开 掉落的苹果全都碎裂成渣状 波及的范围有七八米远 这个苹果到底是谁扔下来的 或者它是怎么掉下来的 这些都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这位姓周的老先生 就住在和凡凡同一个单元里 家中恰好也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 当天的事件让她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而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的这位女士 即将要做妈妈了 她对当时的事件也感到非常不安 邻居们对于凡凡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 对于肇事者也都有种种猜测 反反受伤后 当地警方立刻采取了行动 询问了所有相关的住户 它一共整栋楼是28层 就从二楼开始住人的 然后加起来就一共54户 据我们去走法 大部分住户是不在家的 经过物馆那里 我们排查到也有很多住户 是没有入住的 最后大概找不到的 有住户的人家是多少 有住户在的大概十几户吧 二十户不到 石谷派出所民警出动了三十多人 挨门挨户进行了询问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始终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很可能整栋楼的住户都有嫌疑 未来都有可能当被告 对此邻居们议论纷纷 有一个人反映 整个楼层都要赔 我想我不赔 谁都到那一集就讲道理 我都没有留到要么十个人 他前几个都要找 前几个都要做楼呢 你说 我都没有道理嘛 您觉得你该赔吗 我不该赔 随时学做的 学习这样的鬼与担当 如果法律规定了要赔 您也可以同意赔 那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说是都天在人祸吗 天在人祸 就在大家心情复杂的时候 2018年3月15日 也就是事发一个星期左右 凡凡的父亲于先生 突然被告知 肇事者找到了 办案人员称 事发之后 他们将苹果碎片收集好 提取了事发单元 所有住户的DNA进行检验 通过比对找出了肇事者 出人意料的是 肇事者竟然是住在24楼的一名小女孩 是一名住在二单元里面的一名小孩 年龄11岁左右 峰回路转 大家担心的事情没有出现 只是让人意外的是 肇事者竟然是一个只有11岁的小女孩 警方是如何用较短的时间 就找到了肇事者呢 原来3月9日事发当天 警方就投入了30多名警力 不仅迅速问询了 当时在家的所有住户 还对这些住户进行了DNA采样 同时对所有住户家的苹果 都进行了取样 虽然当时无人承认 警方还是通过这些周密的工作 找到了肇事者 这个11岁的小女孩 是怎么让这个苹果 从24楼掉下去的呢 这个苹果 我们来看 是被自己家里 养着一个宠物狗 咬过 有那个痕迹在里面 所以它自己就 显着这个苹果不能吃了 就把那个苹果 像那个 那个穷物狗平时吃饭的 一个盆子里面 扔过去 据警方调查 小女孩随手扔出去的苹果 从阳台的狗食盆子里 弹出了阳台铁栅栏的间隔 掉了下去 那么在事发后的整整一个星期 肇事女孩为什么保持了沉默呢 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 可能他爸爸妈妈给压力他吧 还有我们警方也告诉了他父母 就是屏幕上面有他女儿的 那个生物样品存在 那有那狗的生物样品 也有 这就是肇事女孩的父亲胡先生 他说事发当日 夫妻俩都不在家 只有女儿一个人在家 我当时呢 是和我老婆早上九点钟 就应该九点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出去了 去了那个佛山 乐从 那天回来应该是 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晚上将近到凌晨了 然后回来家中 其实我们中途四点多的时候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那当时我女儿又给我们打电话 说那个保安和物业 叫他们下去集合 胡先生说 当天晚上他和妻子回到家中 也曾经仔细询问了女儿 而女儿一直说 这事不是自己做的 胡先生当时也感觉 女儿有些异常 就是感觉比平时表现的好 乖了 对 然后就感觉有点反常 胡先生说 随后的几天 他们一忙起来 也就没有再担心此事 当警方通知他们 自己的女儿 就是苹果砸伤事件的肇事者时 胡先生既感到震惊 又不敢相信 对他发了火 那孩子也害怕 因为这么大的事情 他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 应该是 肇事方表态积极 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双方约定却没有兑现 我对他们家人的做法 比较愤怒 一个苹果砸碎两个家庭 悲剧远未结束 我老婆接受不了 带着孩子去自杀 掉落的苹果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肇事者终于被找到 在医院苦苦守候的 于先生一家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但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却并不如人意 3月16日 肇事女孩父亲 胡先生和凡凡家人 见了面 道了歉 相关赔偿问题 也被提到了桌面上 胡先生表示 他作为监护人 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当时我就给他们承诺了 我说 不管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了 那我们该承担的 我们不会去逃兵 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然而对此 受伤的凡凡家人却说 赵世芳态度很好 但言行却并不一致 那天也就是说 我这边有个律师也在 也在当时让他们 也就是说签一下字 然后说证明 也就是说以后 他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当时他们都拒绝签字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 就没签成 虽然当时赔偿问题 没有能够落实在纸面上 但赵世女孩的父亲 胡先生表态 会经常到医院探视反反 双方还约定了 下一次探视的具体时间 说约周末去看一下孩子 然后他那个对方的家长说 那个医院的探望时间 也是周一周三周五才可以探望 那我说那就我们就约周一 去约探望 3月19日周一这一天 是胡先生要来看反反的一天 孩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里 于先生一家人都在等候着 然而过了探视时间很久 胡先生却没有露面 于先生积蓄已久的愤怒 和悲伤爆发了 我对他们家人的做法比较费努 除了事情这个责任 也就是说虽然说担当 但是说法和做法还是有区别的 没给我主动打过电话 现在都是我给他们打电话 现在搞的是我一个受害方 打电话找他们去要这些东西 要这些费用 胡先生并没有按照约定 到医院探视受伤因而反反 他为什么会爽约不来呢 据胡先生说 当天他家里也出了大事 搞得我老婆接受不了 带孩子去自杀 真的去自杀 两次跳了两次 那个水已经到这个地方 胡先生说 这一天他本来按计划 要去医院看反反 没想到妻子给他 发来了一条信息 内容就是交代后事 胡先生看到信息后大惊失色 他一边报警一边驾车 在小区附近搜索 终于在一个池塘 找到了母女二人 整个身上全是 那边因为他们好多养鸡 养那个猪的那些 好多臭水沟 然后身上整个臭的药命 全是那个黑泥 淤泥 胡先生说 妻子本想带着女儿自杀 事到临头 却被女儿的一番话说得心软 这是我女儿回来跟我讲的 她说要么就她死 要么就我女儿死 我女儿就却她妈 她说 她说妈妈你不能这样 你如果走了 就是我小女儿 她会没有妈妈的 到时候去读书的话 同学会嘲笑她的 按照胡先生的说法 妻子自己跳进了池塘 好在池塘的水不太深 被女儿拉了上来 胡先生把妻女送回了家 当时已经错过了 看是烦烦的时间 收拾完应该已经 三点多快四点了 然后刚收拾完没一会儿 那个民警就过来了 他过来说看一下看看 去安慰一下他 说不要他太想不开了 然后后来弄完 弄完应该是四点多 事后当地民警证实 胡先生当时确实报了警 胡先生说 得知孩子肇事后 妻子内心压力非常大 这背后有着一个 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女儿呢 她也不是说我亲生的 哦 是这个意思 对 她是我老婆前夫的嘛 胡先生说 事发之后自己失去理智 还为此事跟妻子发生了争吵 而后来导致妻子 做出极端事件的导火索 就是凡凡老爷 在愤怒中发出的朋友圈文字 小宝宝的外公在朋友圈里面发 发了几条信息 说肇事者通过警方 社会各界媒体的 一些逼迫手段 什么样什么 已经投案自首了 这样说 然后后来又下面 又加了一条评论 说现在就还不知道 是孩子顶 是大人找孩子顶包 还是怎么回事 有待警方调查 一下子搞得 我老婆接受不了 胡先生说 或许是对未来即将面临的 一切感到沮丧和绝望 妻子觉得无力承担 最终选择轻生 说实话 我老婆挺不容易的 这几年都过得很不容易 按照胡先生的说法 妻子跳水自杀 打乱了自己原来的计划 虽然没有向于先生一家 做详细的说明 但是当天胡先生 让弟弟代表他去探视反反 并带去了三万元钱 他们明天一走 我就让我弟去了医院 我说你歇过去 给爹这医药费 我现在不能走 因为我要看着他们 带了多少钱 带了三万去 因为所有的用营资金 全部调出来给他们 于家人虽然事后 得知了胡先生家发生的事情 但还是很不满意 尤其不能接受的是 胡先生只拿出来三万元钱 因为这些天 总共到现在 也就是五天来说 也就是他们 从这边只交了 三五块钱的这个费用 然后我就感觉已经不满了 对他们家的这个做法 已经不满了 凡凡家人认为 孩子伤情严重 花销巨大 光是在重症监护室的费用 一天就高达近五千元 胡先生给的钱 简直是杯水车薪 胡先生表示 未来他一定会承担起 身为父亲的责任 承担繁繁的医药费用 但由于自己的公司 正在运营的关键阶段 他希望繁繁家人 能够给自己一定的时间 本身今年是预算的 好好去年把我的自己的车子 这些房子都卖掉 卖掉了以后就想着说 赶快把这个公司经营起来 结果本身已经开始投入做了 出现这样的事情 搞得以下全家都承受不了 然而对于躺在病床上的 小凡凡来说 每一天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2018年4月15日 凡凡伤口化膿 进行了第四次手术 面对高额的医药费 凡凡家人希望胡先生 能够主动承担 然而胡先生 目前拿出的7万元钱 对于凡凡的病情来说 还远远不够 凡凡家人希望 胡先生能够拿出 更积极的态度来救治孩子 否则他们最终可能会诉诸法律程序 昨天妈妈又哭了 因为妈妈闻到你衣服上面的味道 我又很伤心 因为我感觉 你闻到你身上的味道 我就知道你在我身边 是不是你过 小米哥 姥姥摸摸手了 哎呀 你摸到姥姥的手了 摸摸姥姥的手了 是不是 妈妈姥姥的手了 你姥姥 姥姥摸手 摸手 好 今天我们演播事情 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尹志强教授 尹老师 如果这个事情最终进入了司法程序 那胡先生和他的女儿 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就这个案件来讲 我们说英国关系是比较明确的 受到的损害 这个客观事实也是比较明确的 应该按照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 去判断 但是在当事人是不是有过错 以及是不是违法这个判断上来讲 由于当事人是11岁的未成年人 这个时候呢 恐怕判断他的过错 以及他的行为的违法性 就变成了一个 有很大的讨论余地的这样一个话题 但是受害人非常有可能是 绕过这个加害人的女儿 然后去追究他的监护人的责任 因为根据清权责任法 第32条的规定 被监护人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 是由监护人承担责任的 监护人那个责任角度上去考虑 更直接一些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11岁的小女孩 她确实没有主观上的故意 她不是说故意往下扔的 那在这个情节上 在最后处罚的时候 会不会考虑到减轻处罚 民事责任 通常情况下 判断她的是故意 还是过失致人所害 不像刑法那样的意义重大 民法里头 在一般情况下 你故意把人家胳膊打伤了 你需要赔偿多少钱 和过失把人家胳膊打伤了 你需要赔的钱 差不太多 所以说在这里头 其实不用纠结于 这个小女孩 她到底是故意扔的 还是过失扔的 如果申要说免责 那应该是在32条 确实有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监护人 尽了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监护人的侵权责任 但是回到这个案件上来看 我们会发现 你这个胡先生 及其他的这个妻子 两个人 把一个未成年人 一个11岁的小女孩 独自关在家里一整天 一直一到了晚上11点钟 你们两个才回来 在这个情况下 你很难去证明 自己是尽到了监护职责的 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 如果他想 这个说减轻自己的责任 就我个人的观点上来看 应该是很困难的 高空坠物 然后伤人的事很多 您觉得应该怎么样 避免这类事件 不光是这个案子 我们看到的是 往下扔苹果 原来报道的案子当中 还包括了扔菜板子 扔烟灰缸 扔半截砖头 致人所害的 甚至有人自杀 然后把人给 这个砸伤的 这样的这个情形 现代社会里头 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紧密 每一个人的行为自由 都有可能导致 其他人的这个权益 受到这个侵害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首先一个当事人要自律 比如说在家里头 这个阳台上 窗户上 制放东西 一定要确保安全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 目前物业管理 恐怕在小区里头 还是比较普遍的 那物业管理部门 其实负有一定的 这个责任和义务 发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即便是没有造成损害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住户 也要进行警示 不仅仅是要说 往下高空抛物 是不闻民营的行为 更应该强调的是 往下抛制标的物 应该是违法行为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是构成犯罪的 这一事件看似偶然 但它却给我们一警醒 我们提醒住在高层楼的人们 一定要加强安全管理 约束好自己和家人的行为 避免一个小小的举动 给他人造成 无法挽回的伤害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尹老师 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松河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